因为她的到来 国道三队的这个中兴分队呢 最近气氛非常的嗨 她是女警黄于玲 那么看起来很眼熟 没错 她长得非常像是台中市长胡婷婷的明星女 胡志祥的明星女儿胡婷婷 特别是两人的关键特征 凤也几乎一模一样 拿起警匠的弹夹 诶 这是胡婷婷在装子弹吗 装子弹卷 黄于玲 你好 拿起公屋电话轻声细语 哇 这是胡婷婷吗 充满很多未知的状况 警觉性要高 不会吧 一身警察制服 难道胡婷婷现在敢拍警匪片 不对哦 眼前看到的这一位 留着妹妹头 尖尖的下巴 甜甜的笑容 她是73年次的国道女警 黄于玲 对你自己像不像 你自己想她女人 不像 那比较漂亮 一年多前考上警察特考班的黄于玲 到底有多像胡婷婷啊 除了身份背景不同之外 不过这个脸蛋长相也太相像了吧 两个人放在一起比一比 整齐画衣的眉线 还有翘挺的鼻子 甚至唇齿之间 这个笑容太像了 不过最像的就是 各自拥有一双丹凤眼 犯人或者是民众声音很漂亮 现单 声音很漂亮 哦 没有啊 他们来这边心情都不会很好 所以不太会说这些啊 民众恰光会想要追她 有没有遇过啊 这个当然是有啊 我们行公中心的好多位都流口水了 黄于玲拥有一张明星脸 在国道警察队中 不管是洽工或上线执情巡逻 碰到民众常常被误认为是胡婷婷 长相很像 就连自己到现在还是小姑独处 单身的现况也和胡婷婷一模一样了 中文新五周大响南投采访报道